星期四,英國開始舉行歷史性公投,決定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 在選民前往投票站之際,民意調查顯示留歐派和脫歐派勢均力敵 預計投票人數會很多,兩個月以來,兩派之間的激烈辯論主義圍繞著高度敏感並引發分歧的移民問題 自2000年以來,英國的移民速度增加了一倍 卡姆林首相是留歐派的領袖,星期四他做出了最後一次努力爭取說服尚未採定主義的選民 他說,留在一個經過改革的歐盟,英國會更加強更加富有 卡姆林和其他反對脫歐人士都說,如果英國脫離擁有28個成員國的歐盟,經濟將會遭受嚴重損失 分析人士說,卡姆林的政治前途將會取決在星期四的公投結果 如果脫歐派贏得到公投,卡姆林幾乎別無選擇,只能辭職 卡姆林一直表示,不會辭職 卡姆林視片 卡姆林 卡姆林